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起了人们的疑问 为了打消外界的余虑 华为公司释放了不少的信息 试图安抚人心 华为公司的前途 不仅关系到华为的18万员工 实际上也关系到了整个国家的形象 毕竟作为最大的高科技企业 华为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 前天5月21日 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 在深圳的华为总部 再次接受了多家国内媒体的圆桌采访 随后媒体全文发表了任正非和记者的问答 我仔细浏览这个长达两万多字的发言 感觉有价值的部分极为有限 面对记者的提问 任正非基本上是问时答须 绝大多数的问题 任正非的回答都是大而化之 非常的空泛 通篇谈话 洋洋洒洒两万多字 其实只有一个要点 那就是任正非告诉外界 华为有备胎 不会因为美国公司停止供货 而受到影响 可以看出 任正非这次出面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安定人心 任正非说 我们永远需要美国芯片 如果真的出现供应不上的情况 我们没有困难 因为所有的高端芯片 我们都可以自己制造 任正非还说 对于我们公司 不会出现极端断供的情况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至于如何做准备的 任正非基本上是避而不谈 任正非说 所有的高端芯片 我们都可以自己制造 从一般常识来推断 任正非的这个说法 很值得怀疑 很有可能任正非在唱控成记 故作镇定 当然任正非愚弄的并不是美国政府和相关企业 而是华为的员工和中国的百姓 2018年4月 因为中兴公司做虚假陈述 故导美国商务部 美国政府决定将禁止美国企业 向中兴供应零部件 期限为7年 结果中兴公司迅速崩溃 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全面停转 华为和中兴做的产品几乎相同 都是通讯领域出身 都涉及网络设备和智能手机业务 假如华为有相应的产品 中兴难道不可以从华为采购吗 在中兴公司面临全面停产的情况下 如果华为公司能够提供相应的产品 那中兴公司就不至于迅速的屈服 而中兴公司事件 事关中共厉害国的国家形象 华为故意见死不救 让中共当局出丑 这也不大符合逻辑 任正非说 华为很早就在准备备胎 但是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非常的快 准备备胎并不容易 尤其是那些高端的芯片 技术含量极高 功能性仿制绝非一世 假如真像任正非所说的那样 所有的高端芯片 他们都可以自己制造 那华为早就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设计和制造企业了 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 芯片是一大软肋 每年需要花2000多亿美元进口 华为既然有这样的技术实力 为何不占领这个国内市场呢 再者 从美国方面的措施来分析 美国政府应该非常清楚 华为的技术水平和实力 和对美国产品的依赖程度 假如华为完全可以摆脱对美国芯片的依赖 那美国政府大概也就不会采取这样的限制措施了 任正非在那个两万多次的长篇对答当中 尽管一直在制造气氛鼓舞士气 但是还是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了一丝悲怆 任正非把华为公司比作一架受伤的飞机 一边飞一边休 争取能够飞回来 有记者尊问 如果飞机要害部位受到攻击 那怎么飞回来呢 面对这样的提问 任正非却提到了 二战结束时的德国和日本 任正非说 所有一切失去了 不能失去的是人 人的素质 人的技能 人的信心很重要 从任正非的这句话 或许我们可以看出 华为公司可能也面临着彻底失败的命运 那么任正非和有关当局目前所做的一切 其实只是在部署如何留住华为公司的骨干 等待重新崛起 在这次采访中有记者问道 您觉得现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大概会持续几年呢 任正非答道 你应该问特朗普 问我就问错了 事实上 这个问题 无疑是外界最关注的问题 也一定是华为上下最关心的问题 据网上的消息 华为可能提前储备了大约三个月到一年的元期间 任正非对美国政府的决定表现的不屑一顾 大约这就是它主要的本钱 可以想象 一旦华为存储的元期间用完了 华为的日子绝对会非常的艰难 从目前来看 美国政府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放过华为 限制美国企业向华为等企业出口高级芯片 这种局面有可能会长期化 前天有报道说 美国国土安全部要封杀中国大疆无人机 随后又传出 川普政府正在考虑 限制中国视频监控设备商 海康威视等五家企业 购买美国技术的能力 有专家认为 这个世界正在目睹一个数码军备竞赛的初期 一些人会甚至称之为一场新冷战 说这是美国和中共之间 在高科技领域的新冷战 似乎并不为过 对于华为公司来说 它实际上面临着美国政府的双重指控 一个是美国司法部提出的刑事指控 其中涉及到了违反制裁 金融诈骗 妨碍司法公正 窃取技术 四大类 23条具体的指控 另一个是危机美国国家安全的指控 这个指控相对抽象 但并不虚幻 这两个指控并不完全相同 但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美国司法部在针对华为提出刑事指控的同时就表示过 有合理的依据认为 华为从事了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者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动 美国联邦调踏机的局长也认为 华为这样的公司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都构成了威胁 华为目前受到的限制 主要是来自川普签署的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行政命令 川普签署的这项行政命令 要求警惕外国敌对势力 对美国通信系统造成的国家安全威胁 这一命令赋予了美国商务部的权力 禁止对国家安全造成不可接受风险的相关交易 对于任正非和华为来说 他们有必要说清楚 华为的股权结构 以及华为和中共当局的关系 在此之前 他们无法让美国政府相信 他们不是美国的敌对势力 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的限制过程 可能会持续下去 而美国司法部 对华为公司提出的刑事指控 大概在一两年之后也会有结果 可以说 这两条绳索都已经套在了华为的脖子上 任正非在这次答记者问的时候就提到 他原本以为 美国对华为的限制 可能会在两年以后到来 也就是 在美国司法部的刑事诉讼结束之后 美国政府才会采取行动 从这一点来看 川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个决定 大概出乎任正非和华为公司的预料 实际上这个行政命令已经在白宫和美国商务那里酝酿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对于川普政府来说 这个命令一旦出台 短期内再收回的可能性应该也是微乎其微 因为这需要川普来说服美国各界 向各界解释清楚 华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是如何消失的 美国政府将华为列入黑名单之后 陆续有消息传出 多家的美国科技公司已经准备与华为切割 最新的消息 英国的半导体设计与软件公司 安谋公司 作为华为最重要的商业合作伙伴 也已经发出指令 停止与华为公司的商业往来 以遵从美国对华为的制裁措施 因为这家英国公司也使用了部分美国的专利技术 对于任正非所说的华为的所谓备胎 业内人士和专家认为 在一些核心技术和芯片等方面 要寻找替代品或者自我研制并不容易 英国BBC在前天有篇文章 题目是 华为被美国芯片商集体断供 科技公司重塑供应链有多难 其中就提到了这个问题 这篇文章写道 美国对华为的禁售令 破坏有多大呢 从华为P30旗舰智能手机的主板就可见端倪 五个关键组件中 三个来自美国的芯片商 一个来自美国的盟友韩国 只有一个有华为自家的海思出行 由此可见 外界对任正非 华为所谓有备胎的说法都很怀疑 更严重的是 美国谷歌公司和微软公司 都可能要和华为公司切断商业往来 华为生产的智能手机将无法使用 谷歌专属的软件服务 例如 Gmail YouTube和Google浏览器 这对华为手机在海外的销售将形成重大的障碍 而华为生产的计算机产品 无法使用微软的操作系统 那后果就更加严重 虽然华为宣称 他们正在研制自己的操作系统 可以用于手机和电脑 但是什么时候能够上市 以及能否得到市场的认可 这还是一个未知数 一套操作系统的成功 需要市场的广泛认可 和大量的配套软件来支撑 仅有操作系统的研发 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操作系统 能够获得市场的接受 必须要有其他的相关软件公司的认同 以此为基础 开发相应的应用软件 目前存在着如此严重的不确定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 其他企业和商业机构 是无法和华为继续合作的 有报道说 日本和英国的电信运营商 已经推迟或者暂停了 华为手机的销售 相信其他的一些重要设备的采购 也会受到影响 因为万一华为公司倒下 那么华为提供的设备的维护 将变得极为困难 也就是说 即便华为还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生产 但是否能够维持销售 这就很难说了 中兴公司和华为公司的实力足以说明 中共的数字经济 不过是在沙滩上起高楼 随时都可能倒下 美国形成对华新的共识速度之快 让人感到意外 美国智库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在今年二月份就曾经说 我很难在美国外交政策中 找到另一种共识 向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共识 走得这么远 这么快 事态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出 美国政府确实开始在认真落实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 美国已经正式把中共看作了战略上的对手 裴敏心认为 对于美国来说 允许中国继续进入他的市场 并获得技术 这等于是给中国提供在经济上并进 而在战略上击败美国的工具 在这个意义上说 制裁华为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 美国政府一定还会对其他的 可能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共企业 采取限制措施 美国政府针对的 并不是某些具体的公司 而是针对的中共政权 首先制裁华为 只是因为华为是中共当局 最锋利的一个爪牙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明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